不要緊張啦 又不是來害你了 黑衣男情緒失控 跑到八樓的民宅屋頂 不斷揮舞手裡短刀 遠景好言相勸 就怕發生什麼意外 彭裡一聲 這雨彭突然破裂 黑衣男還在上頭跳來跳去 卻還是失足摔落 準備 準備 他掉下去了 但這裡樓高八層 就怕他一摔就墜樓 奮不顧身 立刻跳下去查看 眼看范嫌手裡的刀 還緊握在手中 遠景立刻噴灑辣椒水控制場面 不要太靠近他 坐好 手靠手靠 辣椒水威力不小 歹徒瞬間無力反抗 英勇女警也跟著奪刀 將范嫌上銬壓制 不要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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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號上午7點多 新北市淡水黑衣男脫序行徑 嚇壞不少民眾 情況非常緊急 那該名男子突然 從浙宇棚跌落下去 那我們警方聽到這個巨大聲響 以為他摔到一樓去 那無故遲到揮舞的部分 我們已經依社會秩序維護法 移送法辦 85年次秋信男子 本身有毒品前科 警方不排除 可能是因為失用毒品 精神恍惚才會失控揮刀 將他依社會秩序維護法 移送偵判 好在湧井反應激井 用辣椒水成功解除危機 讓整起驚魂平安落幕 記者楊宗盛和威榮新媒體報導 並且關el